你以为孙子兵法是在教你如何神机妙讽 如何以少胜多 如何以弱胜强吗 这是对孙子兵法的一个最大误解 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是 不仗而去人之兵 强调的是为仗而先胜 强调的是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简单的说就是先加强防守 强大自我 不打没把握的仗 别投机取巧 别忙动 世人都喜欢文学作品当中的诸葛亮 因为文学作品中 是可以想怎么吹就怎么吹的 诸葛亮神乎其神 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 诸葛亮不是怀采不育 他遇到了知己 诸葛亮是一个极尽聪明的人 但算不上智者 聪明弄巧成拙 智者弄捉成巧 能战胜聪明的是足够的愚蠢 曾国方兴奋 卓宇成带兵打仗 从不用妙计 笨拙行事 先让自己变成打不死的小强 最终是打造了一支强大的乡军 古场如战场 很多人都想当神迹妙奋的诸葛亮 瞧不上事后诸葛亮 我说我不知道主力的意图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洗盘还是出货 我不知道底在哪顶在哪 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买点 什么是最好的卖点 有人反问我 那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知道自己不知道 其实我不但知道自己不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别人也不知道 以为自己知道的是傻子 装作自己知道的是骗子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呢 是因为只有骗子才能满足你对偷鸡取巧的所有的愿望 所以我们必须要实时圣洁自己自大谈心等缺点捕捉自己的无知 孙子兵法中一口气讲了12条轨道 大多数轨道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造成对方的错误判断 从而引诱对方失误 这样的道理在股市中其实也同样适应 因为就算你买中了热门板块的牛股 很多人也不一定拿得住 因为主力会利用各种手法来迷惑大家 让大家无法判断是庄家在刻意压盘吸筹还是出货 我们知道一只股票的上涨 本质上是因为买的人比卖的人多 所以有些人买不到 他就出更高的价格买 股价就会上升 下跌的时候 卖的人比买的人多 有些人卖不出去 他想尽快脱手 于是就以比别人更低的价格买 股价就会下跌 是这么个循环推动的 股票进入上涨趋势时 庄家会通过各种方法来获取筹码 比如前面所说的压盘和出货 除此之外 热门板块里面也会存在循环 就拿最近的热点板块 新能源板块来说 并不是说买入就是一本万里了 这个板块中的个股股性来看 可以分为龙头股 中军股和跟风股 龙头股也会有调整期 在这调整期内 大资金可能就会调整到 低位补涨的个股中 等大家以为龙头股上涨要结束了 愿意交出筹码了 主力再回来接回廉价筹码 这也是为啥龙头股 经常容易走出反暴走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评估了风险 胜算不代表就一定能够赢 分析局势只会让你赢的概率更大了一点 唯有当风险真正来临时 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损失伤害 才能看出这场战争 你有多强的防守能力 你做足多少准备 也就是说 孙子兵法强调的不败之地的境界 你达到多少 首先你必须保证 股市上的亏损 不会对你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除此之外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最好不要在股市中配资 配资会减少自己的试错机会 本天到此为止 以上是我的一些体悟 希望大家能有所帮助 顺利发财 谢谢收看